说书的过程中 其实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比较希望可以有这交流的过程 那当然后面呢 也会开放有QA的时间 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说书 一个很精彩的过程 所以蛮鼓励大家 如果你是可以讲话的 而是可以互动的 那都还蛮欢迎你 可以多一点的互动这样子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 我想跟你好好说话 那这本书我当时为什么会看呢 坦白说你知道这本书有点可爱 那有点可爱 想象我那时候其实本来 没有特别想看这本书 但刚好台北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心理 就是大学的辅导老师这样 然后就他蛮 就是蛮常会有人问我说 有没有推荐的书 或是他会告诉我 他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或是他想学什么 然后问我能不能就是推荐给他 比较可以对应到他问题的书这样 我觉得这也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结果买的书 讲了半天可能也不一定是适合的 或是可能不一定这么的精准 所以其实还蛮多朋友会找我讨论这个 那那时候他是资商嘛 那我就去 去survey的过程中就看到这一本 然后就觉得这本是不错的 然后就是试试看了目录啊这样 然后我就推荐他看 结果他真的去买了之后啊 他看完他就反过来跟我说 这位你一定要去买这本书这样 然后因为我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书 就是在安排嘛 然后所以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没有就是我就听 哦就这样我就没有理他 结果他讲了三次 他讲了第三次之后我觉得说 哦我真的应该要买来看了 因为他这么坚持 我很少看他就是大部分推荐别人书 大概就讲一次两次已经很多了哦 还三次耶 就觉得哇那我一定要买来看看这样子 结果买来看看之后 我觉得很庆幸我有买来看 因为这本书真的超经典的 哦那这本书在讲什么呢 他其实在讲的是 他想要去提倡 分享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学派 也就是这样的方法 那据说哦他是所谓的 呃能够改变社会 改变世界一百大 就是的方法之一这样子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呃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各位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 不要小看他哦 他是公认全球 能够改变世界的方法之一 哦那就是我之前听到 就是在台中说说的时候 听到人家讲的 我觉得哇超酷的 哦那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 叫赖佩霞 赖佩霞 大家不知道怎么知道 他其实在台湾还算蛮有名 他是台湾人 那他是隋唐的婆婆 然后他其实有演戏啊 主持啊 然后甚至也有写书 哦那我觉得他还蛮有名 蛮有智慧的 那但是也坦白告诉各位 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我其实对他没有那么深的了解 那他为什么会写这本 是因为他接触到这个 呃所谓的非暴力沟通 那非暴力沟通是谁提倡的呢 是美国的一个犹太人 叫做马歇尔卢森堡 马歇尔卢森堡 OK 那他接触到这个学派之后 他才想要去推广 非暴力沟通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他是第一本 华语 就是中文 写的书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会看那个翻译的书吗 也就是说 他原文 然后我们翻译成中文 那坦白讲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翻译的书读起来 是比较困难的 大家有这种经验吗 如果不方便讲话 你有那个回应 你可以按四啊佛啊 跟我互通一下 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 就是 觉得好像 就是整个看过去 中文都看得懂 可是你会想一下 就是我刚刚到底看的什么 就会有种 恍如隔世 就不知道自己刚刚在干嘛 这样子 所以 这本书很推荐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是台湾人写的 所以他整个逻辑跟想法 而且你看哦 他里面的书 其实这个间隔蛮大的 读起来不会有压力 然后也蛮好阅读的 这样子 OK 好 那就开始来讲说 那到底就是 这本书在做什么呢 那大家先看到说 上面的这只长颈鹿很可爱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长颈鹿呢 是因为这个 这个推广 这个叫做马歇尔罗森堡 他就是用长颈鹿来代表 就是非暴力沟通 然后另外一种动物 代表暴力沟通 什么呢 就是 猜狼 就是那个狼 那为什么他会用这样举例呢 他说 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 或是有没有这样理解 就是 猜狼 他是有地域性的 然后他攻击力蛮高的 所以如果有人 踩到他的地垒 或是踩到他的区域 他就整个跳起来 整个暴走 然后整个疯狂攻击别人 这样子 甚至把他撕咬 然后是咬烂这样子 好 那 大家这个猜狼的部分 有没有对应到说 哎 猜狼是这样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们身边的朋友 也有这样子 或是我们的家人 就是 就是 你其实也没有特地讲什么 可是你就不然 真的是踩到他的地垒 或踩到他的点之后 他怎么跳起来 然后疯狂就是攻击你 然后疯狂就是 就是很夸张就对了 然后你就会有点吓到 然后甚至被他攻击到 就是体无完肤 你就觉得天哪 我才讲一句话而已 就 他受这种攻击 那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 场景录嘛 就是他指的是说 他有更 就是他脖子比较长嘛 所以他有更高 更广的这个角度 去看整件事情 他还比较有包容的心 这样子 所以各位如果有对 这个马歇尔如森堡 一些研究的话 他很喜欢 就是手上拿着那个布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场景录 一个是彩狼 他就会在示范说 这两种对话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上网去查 那Google 跟YouTube 其实应该查得到一些资料 那我就觉得这个蛮经典 好 那到底这个提倡 非暴力沟通 这个作者是谁呢 这就是刚刚讲的 马歇尔如森堡 他干嘛要这样做 那就跟大家分享 就讲故事 就讲一下他的背景 那马歇尔如森堡 他是犹太人 1934年出生 那1941年的时候 他就移民到这个底特律 那时候刚好呢 就是发生了一个种族大暴动 所以那时候 有色人种啊 就是蛮多被枪杀 或是受伤的 所以那时候死蛮多人 那其实对于这个马歇尔如森堡 他已经有点造成这样子的 就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那他转学过去嘛 就是然后就开学 然后老师就请他自我介绍 他自我介绍完之后 他的同学就问他说 那你是犹太人吗 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 对啊我是犹太人啊 结果他一下课 他就被拖到就是墙角 然后去殴打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只是因为我是犹太人 大家就这样打我 那他有说他很庆幸 也很幸运 就是他是生长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 所以他才有办法就是 陆陆续续度过这个过程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也因为这件事情啊 他就在心里下定决心说 我以后想要找到人与人 能够友善沟通的互动的方式这样 所以他一路念到博士班都是在念 这个跟至上相关的 所以心里说的对家庭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就是其实不管我们原生家庭 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是 我们要想尽办法成为那个 非暴力沟通的第一代 不管之前别人是怎么做 我们至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家人 这样子OK 好那 在非暴力沟通呢 我们讲到暴力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应该会觉得说 暴力这 暴力沟通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离很远 应该跟我无关 他所谓的暴力不是指的是 好像对人家骂脏话 对人家就是大小声 那个才叫暴力 其实他暴力的定义很广 包含如果你今天讲话是用酸的 咸咸咸咸 怎么讲 就是你用酸人家 因为你没有凶他 你也没有就是讲脏话 可是你用酸的 那对方是不是听了 就会感觉不是很舒服 那不是很舒服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暴力 所以大家有没有对暴力 有更深的感受 所以什么叫暴力 暴力就是你只要不慈悲 你只要让人家的感受不好 它就是一种暴力 所以暴力沟通这件事情 存在着我们对别人 也可能别对我们 可是还有一个我们很常忽略的 是我们自己对自己 有吗 大家有这种经验吗 假设我今天把这个水杯 然后弄掉在地上了 那这时候你通常会说什么 假设你不小心打翻了 或是打碎了 你通常会讲啥 大家可以试着 可以回应我们 怎么这么笨 怎么这么笨 笨死了 笨死了 好还有吗 我听到了非常非常精变的撞声词 还有吗 大家还有吗 有啊这样啊 啊而已是不是 那有些时候就是会有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的撞声词啊 然后是啊等等 那也有时候是会骂自己的 就像Sindy刚刚这样子就是会骂自己说我怎么这么笨 或是我怎么这么糟糕的这种过程 那其实这个过程中都蛮不好的 那那个就是暴力沟通 对自己暴力沟通 所以你看哦 你知道吗 我们的潜意识它是很特别的 它是通常我们一直对我们 别人对我们讲什么 就会烙印在这个脑海里 然后就会成为所谓的自我认同 那自我认同跟自我暗示这件事情啊 就是会在你的潜意识当中根深蒂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真实在美国做过的实验 不过坦白说 这个实验不是这本书讲的 不过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美国 1950年代 那时候就是就有那种心理学家 他们想做一个实验 然后这个实验他就默默地做 超坏的 他就对一间学校 他就告诉呢 这个学生 就是把它分成两堆 其中一堆呢 就是一个班级 他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你们是我所有挑选出来 就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班 他就告诉他 你们就是我 就是整个这样 用筛选出来 你们是最不足的 这样子 然后就有AB班 就有点像天才班跟放牛班 这样 数理自由班 自由班跟放牛班 那他也告诉老师说 这个自由班里面都是我精选最优秀的 所以给你们教 这样子 然后他就告诉那个放牛班的老师 是说 这一群是我挑选最烂的 这群人给你教 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正式的实验 然后就这样 过了一学期之后 你知道吗 那个自由班 他们的成绩啊 真的高非常的多 远比这个放牛班高很多这样 然后啊 然后整个学习结束后 这个心理学的博士 才跟他们说 其实啊 我是随机跳的 我觉得好残忍啊 天哪 然后大家都傻眼啊 学生也傻眼 老师也傻眼 但大家有没有觉得 天哪 怎么会这么神奇 就是 当你被告诉说 你是最优秀 你是最棒的 你是我们经营出来的最好 学生也自己有自我认同 就是因为我是很棒的 那老师呢 他也会觉得说 这群人是 真的是 人中之龙的 就是最顶尖最优秀 所以 他们也会请全力 想要去教学 教他们 而且他们心里相信 他们学的会 那相对的 那个放牛班 他们其实不笨啊 只是他们被教育说 你就是笨的 你就是糟的 所以大家听到这边 有没有发觉 非暴力沟通 好重要 各位 如果你是很常 暴力沟通自己 很常骂自己 或是 你很常被人家指证 说你怎样不好啊 等等的 或是你可能会对别人说 你怎样不好啊 等等的 那 大家就是 从今天开始 希望给大家这份礼物 就是 大家可以学会 做所谓的 非暴力沟通 这个真的很关键 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 甚至到命运的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对 所以 显体说的很对 就是 鼓励他很棒的地方 那 鼓励他棒的地方 我再延伸 就是 通常你要鼓励他很棒的话 你要说出 原因跟既定事实 这个又是另外一本书了 这样我会不会扯太远 就是在讲到 所谓的固定型思维 跟成长型思维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被称赞 的话 不是称赞我的努力 或是我的用心 而是称赞我的 就是 智商啊 或是等等的 那其实就是 有时候啦 就是有些人 他们会进入 所谓的固定型思维 我直接举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我在那个小时候啊 我爸妈就是 看到我就是 不太认真念书 然后 然后可以考到 第三名这样子 然后 或是第二名 那有时候第一名就不一定 小时候啦 那小时候 然后我爸妈就 会跟我说 啊你这么聪明 啊你稍微念一下 你就 一定是 就是可以第一名啊 这样 你知道吗 那时候 他跟我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大概连续有四年 还是 还是几年 我从此不再看书了 然后你会说 蛤 所以你也太夸张 太偏激了吧 那为什么你要这样 难道你故意 想要气你爸妈吗 不是 是因为他称赞 我很聪明 所以他说 因为我聪明 所以我只要稍微念一下 我的成绩会更好 所以你知道 我进入一种固定型思维 我就是那天哪 那如果我真的去念书了 结果我没有考到第一名 那么就反过来说 我是很笨的 我就只是因为这样 我就不想要就是 就是在念书 在努力 因为我觉得 我不努力就有前三名 我也有可能有考到第一名 可是我就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退而求其事的一个说 是借口 就是反正我没念书 我考第几名都是赚到 如果我用心了 如果我努力了 结果不如预期 我会很受挫 我会很受伤 或是我会觉得 好像自己很糟糕 这样 那与其在我道路不要努力 大家听到这边 有没有觉得 天啊 这位好难搞 这位的妈妈好辛苦 但是我真的是这样 所以就是 这边也是想要 跟大家鼓励 就是说 当我们在称赞一个人的时候 尽可能我们 可以真实的找到 真实的事件 或是事实 或是 就是他的努力 或是他的用心这样子 而不要用说 你很聪明 那就像我这样 我就耽误了好几年 我完全是摆烂 然后就很辛苦 那这边 那个Cony就有说 那用激将法 那激将法呢 刚好承接 在我在大一点之后 我爸妈发觉没效 他们就用了 Cony的方式叫激将法 拼拼电我 然后拼拼弄我 这样 然后他们甚至说 你知道我那时候 考 考那个叫 考那个叫 学测还是什么 就是 我考 就是 这座 PR90 就是 反正意思是说 如果全台北市 有100个人的话 我是前10名的意思 那虽然也没有 没有特别厉害 我知道 但是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 那时候我爸妈 他就说 他说你 考到这间 你真的是 Q感 大家听到台语 然后我傻眼 我说 我这样都要去捡垃圾 哇那 我还回呛 我说 哇那超多人要捡垃圾的 我就 我就跟他这样 然后 然后 然后就越来越生气 这样 他就想激将我 他就想要 就是用电我的 然后你知道吗 更惨 我上了高中之后 我就更夸张了 我就是真的 就是 我就真的完全摆烂 然后我还 我还蛮参考 就是 就是全班最后一名 因为我就觉得说 好啊 来啊 很坏哦 我就来啊 你要这样子 我就全部考零分给你 这样 然后我就全部 搅白卷 然后我爸妈 当然也看着知道 我是故意的 因为我 你都再怎么烂 也不会考到 全部都零分嘛 对 然后我就全部 我就写名字之后 我就搅白卷 搅白卷 然后搅白卷之后 回家 然后他们看到我考卷 他们就超生气 然后我爸还揍我 他真的气到 我好像真的超生气这样 他就揍我之后啊 你知道吗 我就更下定决心 我要再考一次零分 如果我没有再考一次零分 就证明你们打我 我就会进步 我就会 我就会努力 所以我就再考一次 然后再边打一次 然后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 你看哦 如果你打我 我成绩就好 就代表你们打我是对的 那我干嘛笨呢 我还让你们这样子打 我又不是疯了 所以我就有这样子 我有一个问题耶 如果说父母一个是用鼓励的方式 其中一个 比如说妈妈用鼓励的方式 爸爸是用激将法 就像你说的那个水杯 水杯掉了破了 妈妈是这样 也说念碎碎平安 赶快念碎碎平安 爸爸就说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不想到那是我最贵的东西吗 如果父母的观点不同 来教育同一个孩子呢 然后你说他会什么反应 孩子的反应会是什么 因为父母嘛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妈妈是用你讲的 就是用鼓励的方式 就说你不要那么去在意 只是一个水杯而已 可是爸爸会用 就是我讲的很凶的方式 就是你讲的财狼的方式去骂你 对 OK 所以 两个不同的 这种观点 精神错乱 我觉得也是 这样的状况可能会 我其实也不知道 就是 或许要看到底爸爸或妈妈 谁对他的影响力比较高 就是他比较崇拜谁 或是他比较在意谁 这样 但是 通常我的经验是这样 当正面负面同时在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负面会赢 都是负面会赢 因为负面真的 就是很难不在意 这样 可是我觉得 每个人个性不同 对 我觉得孩子长大后 他会学习父母的进化 比如说爸爸用 这种比较凶的方式 我觉得会导致孩子 有一个习惯 就是顶嘴 对 然后因为你会 运用他的方式 用他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当他说不过你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你会觉得说 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教我 就用这样的方式回你 有错吗 OK 感觉 感觉 Cony 那个 蛮 蛮有这个 就是经验的 你学学 然后当 当爸爸说不过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拿诠释压你 对 所以我觉得的确 就谁强势 谁就会被影响 对 那这个问题 真的也是 因人而异 或是因每个家庭的状况 但是有一件事情 还蛮值得说的 就是 这个为什么 我们 就是这种 用激将法 有没有效 有效 可是 那既然两个都有效 为什么 有些人他就觉得说 孩子不激不行 那你饥饿 他才会成长 才会进步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 我自己的答案 我的价值观 但是他不是正确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我要讲 我要讲的是 其实激将法有效 可是他的效果是 非常短期的 而且他会进入 很大的匮乏的回圈 跟一个洞 这样的概念 就是 所以你说 如果你要用效果来说 甚至很有可能 激将法的效果的速度 会比正面的速度 来得更快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只是举例而已 可是 这个过程中 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你每次都用激将法 就有点像 你每次生病 都是吃普拿疼 然后吃抗生素 然后下次生病再吃 有没有一天 可能有抗药性 那之后呢 你就要再用 更 更 更毒 更强的这个药 去压 那 用激将法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今天用 用骂的 用呛的 开始没笑的 我就要用打的 然后甚至 用摔桌子 用摔东西来 让他觉得很可怕 因此才会进步的话 那这个小孩子 一辈子完蛋 因为他以后 就会学一样的事情 我以前就有同学 是这样 就是他只要 就是 就是他很 很 很意怒 很暴怒这样 所以他 他就是读书 读到压力很大 就是他会突然 就是怎么翻桌 我就吓到 就是我们是他同学 然后他就只是压力很大 然后我就看过 他的家人 怎么对待他 其实也是压力 很大的方式 在对待他 所以他就 也用这种方式 去宣泄 他的不满 所以 我的价值观 跟想法是这样 就是 其实 坦白说 就是那种 对身体 不健康的方式 也会有效果 可是 他其实会造成 就是 可能无法挽回的 一些伤害 甚至他会传承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其实还是比较倾向说 就是 好好沟通 然后 是正向的 看见他 努力的地方 这样子 而不是说 就是 一直 一直说 你这样子不行 所以像我就有 朋友的小孩 他现在要准备 就是大班吧 那 他就 他就有说 就是 他的小孩 会开始 不敢 写功课 不愿意写功课 也不愿意读书 结果后来 知道说 他老公 就是 就是用那种说 就是 反正就是用这种 比较不舒服 跟用那种方式 让他觉得 他好像 就是 很害怕 所以他就是 不敢 不敢去做 这样 所以 跟大家就是 聊到这边 就是我希望 今天这个观念 对大家未来 不管是 跟别人沟通 是教育小孩 都能够去理解说 其实我们还是要 给他安全感 跟包容 那他未来 如果真的不小心 犯错了 他才会有机会 跟你说 而不是他外面 就是犯罪了 或什么的 然后 结果 对啊 你再怎么高压 他人呢 会为了逃离 去做一些 你不想要的事情 他会不跟你说 那反而是 事情更大条 是这样 好 那今天 跟大家讲的蛮多 那个 就是关于 这个沟通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开始 进入到这本书了 有点 所以语言非常重要 那大家 稍微理解一下 在语言沟通的过程中 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是 会有困难 是在什么时候 在我们这段关系 是有压力的 就是有压力的情况下 那有压力的情况下呢 或是 我们通常是求生存嘛 所以 我们就会有一些的姿态 那大家想想看哦 当你 对于这段关系 是有压力的 不管对你主管 对你父母 对你外伴 对你小孩 反正你总之有压力的时候 你大概会是什么状态 那我跟大家分享 书中讲四点 一个是战斗 战斗 就是有压力 我就跟他 battle回去 跟他战斗回去 第二个是 逃跑 第三个是 装死 第四个是 讨好 OK再一次哦 战斗 逃跑 装死 讨好 这样 那各位 你们可以用打字的 你觉得 你大部分 可能比较多的时候 是哪一个 战斗 逃跑 装死 跟讨好 这样子 好 来看看大家 哦 战斗 常会是战斗族的 OK 然后 还有吗 讨好 OK 战斗 战斗 空里是战斗 曼如是逃跑 战斗加逃跑是怎样 就是 先那个 跟他战斗完 马上跑 打完就走 打游击 那那个 Sindy是装死 捍卫自己的权利 捍卫自己的权利 战斗 然后还有战斗加装死 那战斗加装死 就是打完人家 然后就在 对方面前 已读不回 这样 OK 所以大家有发现 就是 那个 就是OK 那个Sky是战斗 好 那 这个过程中 其实 大家 有发现吗 就是 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其实的呈现都不一样 但是这些不一样呢 其实都是我们互相同理的过程 换言之啦 各位 如果未来 你有在发现 你有这些状态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提升你的觉察力 你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我现在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那你有这个觉察很重要哦 因为当你有觉察 你才会知道 怎么去 能够去收敛 或是能够去 做一些的调整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 落在惯性 所谓的惯性就是 其实你下一次 你就把这句话喷出去了 或是你就 你就生气了 或是你就骂回去了 那在惯性当中 就会让你导致一个 长期情绪 就是一种 无法去理解 辨识 跟苏导的过程 那最后就会进入一个东西 叫做被害者心态 被害者心态 被害者心态指的 就是说 他总是会觉得 所有事情都是来找他麻烦 都是来弄他的 都是来害他的这样 所以再多的好意哦 跟他讲 他就会觉得说 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甚至会觉得 我们的好意 对他来讲 可能是 是不是想要 框他什么 或是是不是想骗他什么 或是是不是想弄他这样 所以 当这种 长期的惯性 就会压抑 就会累积 最后就会有所谓的 被害者心态 那 这样的过程中 就会很辛苦 所以 不管刚刚这四种姿态 你是哪一种 或是综合型的 那都会非常鼓励大家 我们透过觉察 然后也学会怎么样 跟人家好好说话的方式 那知道 怎么去 把沟通做得好 那当然沟通过程中 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有两种人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一种就是 你是那种 就是非常 非常在意对错的人 有吗 大家有这种 超在意对错 凡事都要理个清楚 这样子 那第二种人是 他相对没有那么在意对错 可是 他更重视彼此的关系 可是不代表 他不明辨是非哦 而是 他只是 更在意关系而已 那坦白说 我先跟各位自首 我就是那种 超在意对错的 超在意哦 然后我就是 以前又是工程师啊 然后写程师的 就是你知道 这种性格的很机车 就是 就凡事 比如说 你上三句话 讲成一样 然后昨天讲怎样 那请问你到底是怎样 你知道跟我讲话 好累哦 就是 因为我就会记得这些话 然后我就会去讲说 那你 你现在 这两个逻辑是打架的啊 那你现在到底 是怎么样 甚至有时候 以前哦 还会觉得就是 你现在是觉得我很笨 是吗 就是 你这样 你这样耍我 或是你这样随便跟我讲 你觉得我没有察觉吗 这样 在六年前的时候 我是这样的性格 很讨厌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认识我 超过六年 真的辛苦你了 真的辛苦你了 所以我以前是这样子 那后来呢 就是 塞干嘛 打点点点 后来呢 就是才开始去学习 去调整 然后才变到说 现在这样子 就是 懂得去同理别人 然后懂得去沟通 然后甚至更在意关系 而不是就是 一直在意对错 所以我很庆幸 自己有这样的成长 OK 那也希望各位 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样 能不能今天听完之后 能不能答应我这件事情 就是试着 能够更同理 跟在意彼此 这样 好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 这本书里面 它沟通的 这个SOP 它有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 这个四个步骤很实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 好好的把握 那在讲这四个步骤之前呢 想跟大家说的是 等一下教的这个过程中 请各位 你必须一定要有 慈悲心跟同理心 这个很重要哦 然后另外就是 等一下讲的过程中 你也不要去跟你的 就是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家人说 你看啊 今天我跟你讲 我今天听了一个叫哲伟的 他讲的 都是在讲你啊 就是你 不要这样哦 拜托 这样他会恨我 他会想说 那个哲伟 可恶啊 害我被骂 这样 不要这样哦 今天讲的所有东西 都是来帮助自己调整 觉知自己 不要想说 用这个去 去改变别人 真的哦 这个观念好重要哦 所以 如果大家这样做 那我就照命了 这样就不行了 好 就诉你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步骤了 第一个步骤叫做什么 叫做观察 观察 什么意思呢 观察只是 你能不能不带有任何评论跟评价的观察 比如说 如果今天说 如果是今天是老婆对老公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说 哎 早上你干嘛对我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 这件事情就是带有评论跟评价 对吗 对哦 那你可以怎么说 你可以说 今天早上我们都没有讲到话 这样OK 好 所以你看哦 讲不理不睬这件事情 它是批判式的 它是 它是已经下了形容词 下了决定 好 那 刚刚讲的今天早上我们没有讲到话 这是 这是 这是陈述一个 一个事实 好 所以各位 这是第一步哦 叫做讲出你的观察 但是观察的过程中 不可以用 就是你 你 你怎么 怎样 或是你又怎样 你总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有发现吗 有时候我们第一步 我们就已经准备要吵架了 我们第一步可能就说 哎 心底你怎么又迟到 哦 假设 不要不要紧张 好 或是 那个 答案就是说 你怎么又怎样啊 或是你怎么总是 总是 那真的是总是吗 没有啊 可是 有时候人在情绪的时候 就喜欢夸大 但是当各位 如果我这样对着你们说 哎 你们怎么总是 那个 就是 迟到 或者你们总是 说谎 你们感受怎么样 超差的吧 而且你们应该准备要 刚刚一大堆要战斗 还有战斗加跑跑 就是骂完我也就跑掉 是吗 那 那 那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沟通 没办法沟通啊 我们光是第一步 就已经出差错了 所以OK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所谓的这个 观察的部分 所以大家能不能帮我想想看 对于你而言 有没有什么样的 情境 你可以试着 写下来你的观察 大家现在稍微 花30秒想一下 就是你最近可能 有关系比较紧张的 或是有一个事件 你觉得比较 对你来讲 比较有影响的 那你能不能想一下说 那观察的话 如果我可以重新 回到那个场景 可以重新讲 这句话的话 你会怎么说 大家帮我想想看 那我这边提供 书中的一些例句 他说 比如说你怎么又迟到了 这肯定是带有评论跟评价 那你可以怎么说 这个星期 你有两天进公司的时候 已经超过上班时间 那这样就OK 或是你做事怎么 总是忘东忘西 有没有 这又是评价跟评论了 那你可以怎么说 你可以说 我打了两通电话给你 请你买单回家 你还是忘记 OK 大概是这样 那当然这只是书中的例句 那大家当然可以依照你自己真实的说话方式去做这个调整 但是调整的过程中最大的关键是能不能就是讲出你的观察 但是不是去批判对方 你总是你又 就是怎么样 或是用说你自私啊什么的 这样都 第一句都会 就准备吵架 所以这是所谓的观察 大家有写下来吗 观察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好 第一个步骤之后 恭喜各位 已经完成四分之一了 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这个 感受 感受 OK 那什么感受呢 意思是说 你要表达 让对方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那这个感受的过程中 当然啊 我们的开头一样 不可以说 你让我很受伤 你让我很难过 你怎么样 就是 这个过程中又是一种指责 所以你能说的是 我觉得很受伤 或者我觉得很难过 就是我觉得 讲我觉得这样子 好 那为什么讲感受这件事情 很重要呢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感受 都摸不清楚的话 模糊不清 其实我们很难能够 理解别人的感受 但我们很难理解 别人的感受的话 我们不可能有同理心 我们不可能有慈悲心 因为我们无法感受 就是 感觉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曾经过去 对我来说 我其实有刻意的想要 我就说在六年前 七年前嘛 我有刻意的想要 把我的感受系统关掉 那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觉得很受伤 我在关系当中 受了很多伤 那这些伤害 就会让我觉得 就是 我不想要再被伤害了嘛 谁喜欢一直被伤 那 如何让自己不被伤害呢 那时候我有不正确的观念就是 那我就足起护城河 然后把自己关在 有点像城堡这样子 那就很安全嘛 没有人可以靠近我 我也不会被人家受伤这样 所以那时候的我就是 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然后没有什么感受 然后就会变得就是 讲白话就是很冷血 那你知道吗 这样的过程中 有没有帮助 有哦 帮助很大的就是 比较不会有人来烦我 比较不会有人来 就是找我麻烦 然后在工作上也是 就是不会有人 就是来跟我 就是 argue 或是怎么样 可是乍看下 的确效率很高 可是得到的结果就是 我觉得很孤单 那个孤单跟寂寞不一样 孤单是我总是觉得 只有一个人 可是我觉得可以 我能力可以 我想去办法 把它解决就好了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 永远没有那种 大家一起 同心协力 一起作战的 这种一起的感觉 那我就觉得说 好像不能再这样下去 所以后来才有做 很大的一个 那个调整这样子 所以各位 光是感受这件事情 其实就很不容易了 很多时候 事情发生了 你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比较辛苦这样子 所以就会很鼓励 各位可以把感受这件事情 诚实的告诉对方 我觉得怎么样 OK 那当如果别人 不管是家人啊 或是朋友 或是小孩 跟你说他的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有吗 大家有这种困扰吗 当他在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安慰他 那当然各种的安慰 我相信大家 应该都有尝试过 那这边书中 有提过一个 很棒的方式 想跟大家分享 他说 其实我们可以 试着这样说 试着跟他说 你还好吗 是不是很挫折 或是是不是很难过 甚至说 换成是我 我也会很沮丧 那我想你应该很担心吧 我是不是很灰心 或是是不是很焦虑 甚至有一句话 更经典 就是我也很常说 就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OK 所以大家今天这也是另外一份礼物 就是未来 其实当有人在跟你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想要做到的事情是 有你的陪伴 跟就是能够让自己能够舒服一点 他不是真的要解决方法 那大家如果能够理解到这样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未来就不要说 要嘛就跟着骂 跟着骂他的先生 或是跟着骂他的主管 或是还 或是另外一种是 甚至替他先生 替他主管讲话这样 然后不管 不管我们选择哪一个 其实有时候 都会适得其反 就有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感受的部分 就这样跟大家说完 所以大家就学习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所谓的需要 需要 OK 好 那需要这件事情呢 指的是 其实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满足彼此的需要 那这个需要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需要去表达出来 也是很多时候 我们只停留在讲完感受就没了 比如说 我觉得很生气 嗯 然后 就是 呃 为什么生气 以及那你需要什么 我们并不清楚 就我知道你生气 然后如果你停在这边 人家只会急着 想要 安抚你 不要生气 可是 很多时候 我们会生气 都是事出必有因嘛 那 下次再发生一样事情的几率就很高 因为 就是 因为不知道我怎么生气啊 我们只是急着要安抚 所以 这个需要的部分 大家都一定要很好地去理解说 其实你要诚实地表达出来 你的需要是什么 那当然 就是大家能不能有一种感觉 其实我们 不管做什么样的行为 都是在满足彼此的需要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 有吗 像各位 如果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爸妈他们是嘉义人 然后他们年轻搬到台北 所以我在台北长大 那 我在大概两个月前吧 就是回台北的时候 我爸妈 我妈 就跟我说 因为他们准备要退休了嘛 退休之后 他们想搬回嘉义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那我愿意 就是 也住嘉义嘛 这样 那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很白目啊 我就跟他说 不要啊 0.1秒就回他不要 0.1秒 真的不夸张 我马上说不要 然后你知道吗 我妈是那种很有气质 然后讲话温文儒雅 然后 个人哦 然后结果 我跟他讲不要之后 结果我妈 直接爆炸 直接爆走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 很生气啊 然后就开始想要说服我 他就说 因为我现在住新竹嘛 他就说 你 你住新竹 有比较好吗 东西那么贵 那空气那么脏 科技业这个什么 工厂那么多 然后一直讲 然后甚至最后还讲说 新竹人又那么难相处 我妈没有认识任何新竹人的朋友 没有 所以我很确定 他这种攻击是 是瞎乱攻击的 可是你看 我妈平常温文儒雅的 她干嘛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 她的需要 长期没被满足 所以她才会平常 讲话温文儒雅 但她却突然这样 所以各位有发现吗 如果你有发现 你身边的人也是 她平常好好的突然整个暴走 你就可以用这种角度去看 就是 她是不是有什么需要 没有被满足 所以她才用生气 才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当我们理解这个需要的 这个课题跟这个步骤的话 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就会让自己 不会急着要反抗 急着要背头 直接要打回去 所以我们就会有点像是 侦探的概念 一件事情发生 或是她对我们讲了一句话之后 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想 她怎么了 她什么需要没被满足 那我们就比较不会 录入一种 就是她骂我 我就要跟她骂回去 这种状态 OK 好 所以这个需要的部分 是这样 那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当我们这个需要 我们要想尽办法 找到各种满足的来源 我讲白话 就是如果我们安全感 我们安全感的这个需求 我这个需要被满足 对不对 但如果我只能透过另外一半 给我安全感 假设 那就会发生一个 很可怕的致命现象 就是 那 当她不愿意给我安全感的时候 我的这个需求 就会大量没被满足 当没被满足的时候 我就会换得换失 甚至我就会成为讨好型 我就会回去讨好她 那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被情绪勒索 我们就会变成情绪当中的奴隶 然后她就予取予求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就是 就是明明 怎么讲 就是情侣之间 其实你的另外一半很烂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但是你明知道你又离不开 那就是这样啊 就是 你的需要 就是 没有找到多个来源 来满足你的需要 所以你就会一种 其实没有好 可是又觉得好像就是 也好像没有烂到 一定要分手 或是一定要改变 那是好 也没有好啊 就是 没有一起成长 就是没有 就我觉得在一起的重点 跟价值观就是 在一起 是要双方一起变好 而不是啦啦队 啦啦队是往下拉的一种 往下拉 彼此一直往下拉 那干嘛呢 难道是寂寞孤单 然后就是随便找个办 然后只是怕 没人陪这样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 这过程中 就是因为 你没有的需要来源 你没有透过可能是 闺蜜 或是可能是家人 等等 去取得 你这样的 这个 需要 所以这个过程中 就会导致 没有 就是你没办法做出 真正正确的决定 然后一直 滥气脱棚 然后在这个泥沼当中 一直陷在那里面 这样子 所以 这个是 这个需要的部分 特别想跟大家提醒的 OK 好 那这个肌肋 是什么意思 我有念错吗 肌肋 看不懂肌肋 是什么意思 OK 那 最后一步的 十字无畏 七字可行 对 没错 没错 OK 所以就是 它真正背后 原因是因为这个需要 所以我觉得 这个章节 想要特别多讲 是这个 这个部分 所以我当然 希望大家能够拿回 自主权 其中很大的关键 是你的需要的 满足来源 必须不能 只有单一个 不然你一定会 被人家情绪的 所欲需欲求 那你就会人生过得很辛苦 这样子 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叫做 请求 请求 OK吗 请求呢 简单说就是 你刚刚的那个需要 具体 可以怎么被满足 这样子 具体 怎么被满足 那这个请求的部分 它是有条件的 那它有三个条件 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明 它的三个条件是 第一个是 它必须要很明确 第二个 它必须要是正向 第三个是 它必须要非常具体 那 我举那个正向的来讲 什么叫正向 比如说假设我生气 我想要叫你不要来 不要来吵我 不要来烦我 那我可以讲的是 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 让我消化一下 或是让我冷静一下 那不可以说 你能不能不要来 不要打给我 不要 它本身就是一个 负向的一个请求 那这样不行 所以在这边 请求的过程中 是它必须要满足 刚刚那三个条件 那请求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你必须要允许对方说不 否则就是要求 各位再次 你的请求必须要允许对方说不 否则他就是要求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理解 然后能够提出真实你的请求 你这个请求是如何满足你的需要的方法 那如果你真的请求 你对求这件事情比较敏感的话 那你就当做请也可以 那这请求的过程中 不是要低下卑微的去拜托人家 不是请求的意思是说 我们提出我们需要具体被满足的方式 你可以拒绝我 因为他是可以被拒绝的 允许对方说不 那我直接举书中那个范例来 大家比较能理解说 到底这四步骤怎么用 好 第一步骤叫做观察 观察 好 那大家有这个例句 我听到你说我都不关心你的时候 观察 对吗 好 那我觉得很受挫 我觉得很受挫 那是什么 感觉吗 对不对 感受 好 因为我很重视我们的关系 我很重视我们的关系 那是什么 这是需要 需要 OK 所以当你觉得我不关心你的时候 可不可以请你马上传个贴图给我 我看到了第一时间就回复你 传贴图给我 这是请求 OK吗 所以我再重新再讲一次这个例句 大家再帮我对应一下 当我听到你说我都不关心你的时候 这是观察 我觉得很受挫 感觉吗 感受 因为我很重视我们的关系 这是需要 所以当你觉得我不关心你的时候 可不可以请你马上传个贴图给我 我看到第一时间就回复你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觉 原来请求要这么的详细 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讲说 我现在生气 我想要你安慰我 安慰什么叫安慰 言语安慰 那还是说要抱抱你呢 还是要去找你呢 这个安慰每个人的在意或是想要的点不同 但是很大的关键就是你要必须明确的跟对方说 那当然讲到这边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就是那这个所谓的安慰 那到底 就是他是需要静一静呢 还是需要人家马上来的 那其实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是可以询问对方 那很多时候另外一方面 有些人就会说 这样的执念就是不要再用这种 就是好像人家就要 你不讲 人家就要懂你 这种心态 那这样子你们这段关系就会好辛苦 因为他永远要一直拆 拆对 就是侥幸 拆错 你就要生气 那这样的话 这段关系就会变得很有压力 大家还记得吗 有压力的关系会怎么样 战斗 逃跑 装死 跟讨好嘛 对啊 那你就不要让 这段关系变成这样 那就比较辛苦 OK 好 那 这边当然有些人还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 可是如果我把我的需要跟对方说 甚至我把我请求跟对方讲 那对方会愿意 去呆 就是愿意帮我这件事情吗 我很怕他们不愿意 那如果不愿意我干嘛说 我说出来就是他不愿意 那事实上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也不是故事 就问大家真实的经历 就说 各位小时候有没有去喂过鱼 池塘喂过鱼 应该有吧 或多或少有吧 喂鱼哦 喂鱼 好 那大家喂鱼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这个鱼饲料 请问是鱼在吃还是你在吃 应该鱼吧 不是你吃吧 应该没有把鱼饲料拿来吃吧 可是 是鱼在吃的过程中 结果你很开心 你没有吃到东西 你还要在那边站那边 一直喂 一直丢 可是你 你却是开心的 大家有发现吗 我已经回答大家这个问题了 就是 事实上我们人性 本来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的 我们是喜欢帮助别人的 那可能有些人说不对啊 可是我看我的另外一半 就是看我的主管 他就只想气我 他就不想要满足我的需要 我的家人也不想要满足我的需要 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这段关系当中 可能有一点的紧张 或是有一点的压力 或是有些其他原因 才会导致他不愿意满足你的需要 否则其实 这人性来说 其实我们都会 愿意满足彼此的需要 那在这边 刚才有点要请求嘛 我们说允许对方说不 可是有时候 我们好像很害怕 就是听到别人说不 好像说不就好像好可怕 就是没办法去接受这个结果 那其实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礼物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 允许对方说不 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 当他们说不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当下 不知道怎么回应 或是他需要时间去消化 去沉淀去处理 所以各位 未来如果有人在 你在跟人家讲出你的需要 跟请求的时候 对方说不的时候 请你不要玻璃心睡满地好吗 他只是当下 不知道怎么回应 他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所以各位一样 如果 今天假设 就是像 大家你们如果假设 现在问我说 要不要去吃麻辣锅 我一定马上说不 因为我不吃了 然后又太突然了 吃从麻辣锅 就是疫情 反正就是各种 可是不代表 我可能一辈子不会去吃 也不代表我讨厌你 你懂吗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太突然 或是我需要思考 所以我才先用布去回绝 这样子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超级重要 我希望对大家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样子 好 那其实讲到这边 就进到就是最后了 就是虽然我们今天讲的这四个步骤 对不对 其实带很大的关键还是在于 我们是真心去在乎对方 然后是 就是同理对方 然后是有慈悲心的 这四个方法才有意义 才重要 才重要 所以最后帮大家重点复习 第一个就讲出你的观察 你的观察 不带有任何评价跟评论的观察 OK吗 那第二个就是讲出你的感受 感受 你觉得怎么样 感受 那接下来第三个是 讲出你的需要 OK 然后最后是提出你的请求 这就是所有四个步骤的 那最后用一句话 做今天的结尾 叫做 昨日的我聪明 所以我想改变世界 今日的我有智慧 所以我正在改变自己 OK 所以都还蛮鼓励的 大家今天听完之后 有两件很重要的任务 第一个 能不能从今天开始 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去跟你的家人 你的好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 就是任何的人 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去沟通 然后第二个 能不能试着 跟更多的人去推广这样的方式 因为我始终相信 这个方式真的可以改变 人们的互动 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包含 可能在家庭当中 可以不再有家暴 也不再有这种 就是吵架的情况 那搭到社会 可能就也不用有这些的社会事件 或是有这些就是 就是犯罪的问题 甚至在搭到国家 其实之间也不用再有这种战争 这样子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 也期许我们都一起成为 这个非暴力沟通 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跟你说话 好好的跟别人说话 OK 那这是今天的这个内容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 就是回馈的 或是想要提问 养的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